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芳 今年21岁 好 你手上拿着的是 这瓶香水就是这个 我那看一看 可以可以 我是没有用过的 你今天为什么带着它来 我今天带着这个来 也主要是为了把这瓶香水 因为这瓶香水可能也发了他们两个之间的 所以我就是想乌归原主把这瓶香水还给他 你当初是什么情况下他送你的这瓶香水 当初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我在工作上帮助过他 然后后来他觉得就出于感谢吧 就再三送我瓶香水 后来我就接受了 再三送你就接受 那你这么你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你觉得异性之间送瓶香水有什么可让大家 你就是不应该接 就算他再走你你也不能接受 对 我觉得现在我也是时候把这瓶香水不归原主 你现在还在帮他说话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在侮辱我吗 他把这瓶又翻了 知道吗 爱胡思想要又翻了 现在我把这瓶香水还给你也不是 我收下也不是 那你觉得我怎么办才让你不生气 这方方那你也不能收下香水 我觉得这瓶香水你们还是收下吧 我不能再把这瓶香水 我都是客户了 我真的不能拿下了 因为带给你们这么多误会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我只给你喝口味的关系 你怎么 我不拿 那这样吧 好吧 都不愿意要放过来 我也不会要的 我我送你 是不是我现在变胖了 所以你嫌弃我了 他现在比我漂亮是吧 比我年轻是吧 我有说过吗 我有说 我有说 你看你还是跟他说没关系 你看你们娘刚刚多亲密 他娘他刚怎么了 我就是不能忍受 所以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男朋友之间 真的只是合作伙伴 我们也只是在 合作伙伴你半夜打电话 反正话是那天刚好 是不是我们旅行社 有一个顾客好像有问题 在他们酒店住有问题 后来就紧急情况 我也是没办法 这个我理解 这个我理解 就是比如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交接问题 这个车票问题等等 都很有可能 而且为什么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在回避我 你为什么不可以 出来给我见面 你如果说你能 给我出来见面 我今天也不会这样 是我之前 是很想把这种问题 跟你说清楚 可是每次一打电话 你都那么冲动 说我是破坏你男朋友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来更难听的话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大家说出口 你现在是当男人面 是不是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你 我就是跟你说最后一遍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 今天劝通好了 我真的没法跟你拨通了 金丽 能不做什么 能有点基本的素质和礼貌吗 我这叫做实事求是 你实事求是 如果没有发生 那么多事的话 我也不会这样 那行 那我们多走 你一个人在这说可以吧